第十一章 鬼的故事 袁世凯死之前 委任爸负责修弃皇陵 妈说 这可是个肥差 因为民国政府未表示对慈禧太后的尊重 允诺拨一大笔钱修弃皇陵 爸为袁世凯干了好几年 他们是好朋友 爸几年前当直立部政史时 损失了不少钱财 所以 袁大总统特意给了他这一肥差 爸办公的地方在东陵 西陵附近 离北京有一百多里地 他很少回家 有时让妈妈们带我们到天津住上一段时间 对我们来说 天津是个新地方 爸说 那里有更好的学校 而且 三妈和六妈特想住西式洋房 妈不愿离开北京 可又没机会说 反正 她也不怎么在乎 那年冬天 吴姐结婚 在天津还更容易买衣料 这套新式洋房坐落在一条新开的街上 爸对洋房进行了改建 除了外国租界 我们熟悉天津所有的街道 义和团运动以后 当直立不正史的爸拓宽了天津的街道 爸到日本考察警察训练情况时 给皇帝写过一份出色的奏折 他当时是北京警察训练学校的头 这是中国第一所警察训练学校 毕业的学生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当警官 我们到天津那天 警察局长派了一对警察照看房子 还在前门建了一个小小的派出所 这使家人感到安全 因为妈妈总担心房子周围那么空旷 仅有的几户也都迁走 会出什么事 天津新火车站离我们家只有半里路 我记得很清楚 我们刚进家 老门房就手拿一张大红名片跑进客厅 问妈妈们该怎么办 他说警察局长就在门口 三妈有点发慌 五妈说让门房去谢他 并告诉他家里没人 等爸回来 他会自己去谢他 另一张红帖倒可以成林 五妈说 这位警察局长是爸的学生 所以他来是为了致意 门房照五妈吩咐地去做了 晚上我们派人送去四桌饭菜 感谢警察们的造访 我在厨房听到用人们都夸五妈这事处理得好 五妈想若不知怎么办 当地人会笑话的 但三妈很不高兴 她觉得不管啥事都该她说了算 五妈很生气 发誓说今后就是大水冲到前门口 她也不张嘴了 妈和五妈都不喜欢这夕阳建筑 这房子最不好的是保不住命 大家都住在同一个院子 同在一个屋檐下 进出同一间客厅 太不方便 每间房子紧隔一堵勃墙 隔壁说什么都能听见 听到这些 三妈让妈和五妈住到东西两头的房子 这两间房子小家居又少 孩子们根本玩不开 五妈道心宽 神秘地跟妈说 让那帮猫狗们住在一起 等着瞧好吧 三妈站了一楼的洋房 二楼有六妈的寝室和客厅 还有一半是给爸留着的 三妈把饭厅安排在一楼 院子正中是一处中式房 有一半被假山石演映着 画室 招待客人的住房和五哥的书房 都在里面 这回好了 我们吃住都在一起 开始变得越来越亲密 小孩们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玩 尽情享受这无忧无虑的日子 可同时那些大人们出于猜疑 忌妒 每天都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炒个没够 但总体来看 比在北京时好多了 虽然我们在那间房子只住了半年 可我觉得像过了很长时间 因为我遇到了些怪事 站在前门就能清楚地看到 不远处有许多坟头 周围生满了枯草 石板上摆着祭奠的麦饼 若在冬夜 会令人感到凄惨硝燃 我经常想 那地底下来的是些什么人 他们现在怎么样 跟我们从北京来的几个佣人 都喜欢谈论鬼魂 后来我发现 所有佣人都爱讲鬼的故事 据说 我们住的地方原来就是一片墓地 建这房之前 挖出过不少棺材 还听说 有一具棺材挖出来打开盖子看时 里面躺着一位美丽的少妇 面色如活人一般鲜灵可爱 打扮得也挺漂亮 太阳光一照到他 他即刻变成一滩水 衣服化成灰 被风吹跑了 听了这故事之后不久 家里有好多人 特别是小孩子 都仿佛在假山石前 看见过一位美妇人 有些人还看到一个长着胡子的 高个儿小男人 坐在画室的台阶上 晚上我们经常听到 有上下楼梯的声音 有时还听到有人开关电灯 空房里亮着灯 过一会儿又灭了 没人敢在夜里出去 就是男佣人 也不敢夜里一个人外出 有天夜里 我醒了 看见一位少妇 站在书桌旁 正精心梳理着长长的头发 她的头发又黑又亮 更衬得她那苍白的脸 像一块碧玉 她并不转头 我只能看到她 妩媚的侧面 我第一眼就被她的美丽吸引了 静静地欣赏 我认不出她是谁 这时我突然想到了 那个俊俏的女鬼 我吓得用被子蒙住头 不敢喘气 我浑身发颤 好像要昏过去似的 第二天早晨我醒时 明媚的阳光已照上了窗帘 我忘不了昨夜的恐怖 就跟姐姐们和佣人 讲了我昨晚看到的 八姐起初不幸 问我是不是真的 为使这故事真实可信 我又天之佳夜 补充了些细节 我跟他们讲 我原以为这是个梦 可掐手指头时感到了痛 然后姐姐们问我 是否看见她脚下有云 如果我说没看见 准会令我的听众扫兴 于是我说看见了 我讲得越细 他们越有兴趣 因此我每次讲鬼的故事 都把鬼描述得活灵活现 这个故事很快就在家里传开了 而且几乎每天 都会冒出新的鬼故事来 讲得人神气火现 逼真极了 一次我们几个孩子聚在一起 听佣人讲鬼的故事 突然 九姐好像被一股 无形的力量猛击了一下 尖叫起来 好长时间说不出话 哭不出声 只是浑身发抖 她被人背回房里 三妈吓坏了 请来风水先生 在一张黄纸上画了些什么 把他们挂在每一个门口 这样 鬼就不敢进门了 我们都信这是真的 因为心里害怕 谁晚上也睡不踏实 妈妈们和姐姐们 开始晚上玩麻将了 有时表姐们和一两个亲戚 也跟着一起玩 他们常通宵打牌 一直玩到天亮 我们小孩也学会了玩牌 我会三种玩法 广东的拱珠 北方的纸牌 还有就是全国 哪都玩的麻将 每天午饭后 如不去看戏就玩牌 每个屋子的牌桌 都聚满了人 我们觉得 玩带钱的更有意思 我们去向妈妈们要钱 妈起先不给我 三妈给了她的孩子 并对妈说 光大人们玩钱 孩子们不玩 也不公平啊 妈只好给了我钱 后来 用人们看到我们玩钱 也加入进来 玩真钱确实刺激 我第一次 就赢了一大堆铜钱 高兴得合不上嘴 有好几次 情不自禁地 用发抖的手 去摸那堆铜钱 输钱时 既懊恼又赌气 可我还是主动 把钱递给赢家 从不赖账 我们这桌 都是十岁以下的孩子 妈开始 并不让她的女儿玩牌 过了一阵 她发现 玩牌也有好处 随即改变了主意 我听见有一天 她对三妈说 孩子们若不去上学 成天跟家里闹个没够 玩牌倒真能让他们老实会儿 三妈说 就连孔夫子没事干的时候 还打牌呢 我问过老爷 书里有没有记载 他说 四书里有 你看 孔夫子也喜欢玩牌 说完 三妈得意地大笑起来 五妈说 但她肯定不玩麻将 那又有什么关系 哈哈 三妈又露出 她那美丽的牙齿 我现在只记得 爸离家的时候 妈妈们彼此处得都很好 开心地说笑 即使有时心绪不佳 她也只是责怪一下用人和孩子